在书法方面呢 比如传统的这种书写形式啊 自己当然每种形式都创作过 在书体方面呢 我平时呢 觉得最能尽自己的性的是行书 或者行草 或者行楷 以行书上下延展 往下楷 往上草 在这个系列 当然大家也知道 草书呢 它有这个张草 有这个小草 有大草 那么我本身还有所谓的狂草 我本身呢 很少写狂草作品 大概至于我自己的心性有关 大草的作品也很少 但是我非常欣赏历代的大草名作 所以在这个张草方面呢 我喜欢比较古朴的 张草 也喜欢小草 也喜欢所谓瑜伽雪市的行草 那么大草作品 比较少 一个是这个我需要进入一种狂妄的激情的状态 我自己呢 现在心性的变得越来越平静 所以不大进入这种状态 没有这种艺术的状态 所以它也就很少出这样的艺术作品 还有一个就是草书的这个技术上要求的高难度 我目前呢 还是在磨练之中 学习修养之中 所以这方面的作品也比较少 那么凯书呢 它有大凯小凯 还有所谓中凯 我自己呢 喜欢大字的榜书 小凯呢 作品也比较少 但是在这方面还是用过一定的功夫 那么传书呢 有所谓大传小传之说 我自己喜欢高古的大传 我对这个装饰非常演 非常装饰化的这种小传 兴趣不是太大 虽然也联系过 但是自己很少写这样的作品 关于自己的书法的风格 我曾经有过几个过程 就是我从凭证 凭证的凯书 包括北碑 到这个严谨的博大的汉代的历数 这个呢 我想是我住下了我书法的根基 功底 从这 那么开始阶段呢 追求了这种凭证 法度 严谨 那么后来随着自己性情呢 进入这个二三十岁的这个年龄的时候呢 性情上的变化 那么自己就开始喜欢这个奔放 熊强 我认为中国文化呢 它有两种脉络 一个是激扬倒立 所以钢腔有为奋发 就是易经理 潜挂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易经理的坑挂 就是温柔敦厚 如牙运迹 或者是走向这个平和弹牙 那么我觉得这两集啊 就我来说 以这四十来年的人生 我都喜欢 但是我有个过程 在三十岁以前 我喜欢激扬倒立 雄强刚毅 属于这种雄强 朴拙 魂蟒 奇倔 喜欢这一类 而历之年以后 我自己 由于这个环境 心性 生命状态 或者也包括自己的文化 修养各方面的变化 所以呢 又开始希望往这个平淡 平和 质朴自然 静态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我是从平正开始 到二十岁的后期 到三十岁的以前 这个阶段十年左右的时间 走向了这个比较变化 奇变 奇倦 刚强 三十多岁以后 开始到现在 这十来年 又一直是往这个比较平和 比较 宁静 往这个鸳雅 深沉 凝重 往这个方面 变化 所以呢 我认为 目前我的书法 有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个审美的这个跨度上 也比较大 我觉得刚才我说过了 书法是一个人的心性 因为我这个人的心性呢 也属于那个内在 内在弹性比较大 他内在呢 有一种 这个心性中 内在有一种张力 适应性和变化性 不是那种超稳定解构的那种人 所以呢 我很感性 所以这个 内在的这种适应性和跨度 和内在的那种 应该说怎么说 那种心性的容量比较大 所以呢 弹性也比较大 所以我在审美上 我自认为我的审美比较宽容 当然我最推崇的东西 是一种境界 不是那么博杂 但是我自己的审美的那个边界 比较宽容 所以呢 在自己的这个艺术的这个追求上 或者说学习的过程上 我学习的路数比较 比较广 比较多样 古人说 转移多诗 是我诗 我在这个学习书法和创作书法的这些几十年的历程当中 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的一些师辈啊 他们的观念甚至是极为冲突的 是很不一致的 他们的主张很一致 但是我呢 尽量去取我所想学乡拿来的 我认为师辈们最长的 最有特色的那种东西 他们之间的一同 我不参与 他们之间不同的地方 我求同存异 为我所用 那么自己这二三十年的这个学书的立场呢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过程 所以我呢 不喜欢封闭的人 我不喜欢自视的人 我也不喜欢排他 故意排他的人 我认为审美必须宽容 因为我认为艺术啊 是人的一种生生病态度 也是一种文化的立场 我不喜欢那种为我都市 但是在自己审美表达的时候 我必须有自己的追求 而我自己的追求呢 又在随着不同的时段 它会有转变 由于我的认识 由于我的领悟 由于我的理解 由于我的欣赏讲度 会转换 所以有的朋友可能问 说你的书封前后的变化挺大 或者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作品 不同的书题 变化挺大的确如此 就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生命个体 是我这个人的生命个体 一个文化的进程 一个审美的心态的演变的历程 我认为每个阶段的那种 书写出来的状态 艺术作品的表现 都是真实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